他曾告诫罗志祥 戒色十年 立能红过刘德华 也曾受梁朝伟为关门弟子 兼干儿子 为何对张国荣见色不救呢 被众明星称之为活神仙的 泰国预言家 究竟有多深呢 在娱乐圈中 极富威望的泰国白龙王 在成名之前呢 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车师傅 他的本名叫做周沁南 籍贯为广州朝善 出生不久后 便随母亲移居去了泰国 之后一直住在泰国 中部春无礼府 日子也就这么不温不火的过着 1950年 传闻只有13岁的周沁南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当时他的梦里 感觉身体十分轻盈 随着一道白光的指引 来到了太上老君身边的 白龙王身边 一时间啊 他被白龙王身边的浮光谱照 只见眼前的白龙王 变身成为一个年轻男子 身穿白衣白裤 为他指点开悟 醒来之后 周沁南便感觉 自己神清气爽 仿佛一夜之间 拥有了某种不可名状的特殊力量 但当时他年纪尚轻 没过多久 周沁南就把这件事 抛至脑后了 时光荏苒 成年后的周沁南 在泰东北部的春武礼府 开了一家自行车维修店 平时只靠修自行车 假用电器等等来维持生活 并且与比自己小十多岁的 邻居女孩结了婚 不久之后 两人便有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一家人过的还算平淡 本以为日子会一直安稳下去 直到1977年 已经四十岁的周沁南 在梦中又见到了白龙王 开启了他小说般的传奇人生 这梦里白龙王还对周沁南说 你就是我的化身 大胆的去做一切 你想做的事吧 有感而招的周沁南醒来后 便感觉自己仿佛可以看透世间的一切 于是他马不停蹄的 前往了当地的白龙王庙 祭拜了一番 四日凌晨醒来的周沁南 便感觉自己的特异功能 彻底觉醒了 于是便不再使用本名 改以白龙王的名号 开始他传奇的一声 替人看病消灾 排以解难 最先开始 白龙王只是在一间草屋内 给心中开光祈福 而且只在每周五和周末 给小村子里给人占卜 由于求他指点迷津的人越来越多 且他受费 全凭善信随缘乐主 久而久之 他的大名也传进了泰国富商圈中 泰国著名预言家白龙王周沁南 为什么会收到港圈人的信任 亏得天机的他究竟有多深 当时泰首富之子黄壮山 找到白龙王 希望其能指点自己的事业 后果然得偿所求 为了表达自己对白龙王的感激 黄创山是巨资 帮周青南修建了白龙王庙 一时间前来求败的人不计其数 久而久之 白龙王周青南 在香港娱乐圈里也声名雀起 他不仅接待了很多信众明星 帮他们指点迷惊 还被一众大佬奉若神秘 外界传言他料事如神 相关事例比比皆是 黑白两道通知的大佬向华强 当年跟他弟弟向华盛 一起创办了永胜电影 但金融风暴来袭时却援起大伤 幸好身边有人将白龙王 引荐给了他们兄弟二人 永胜不仅很快脱离了困境 而且拍的电影票房 都杀进了香港电影票房前时 很快就让永胜电影公司 转位为安 扭亏为瘾 而后更是霸占了 大半个港圈的电影市场 相视兄弟都认为 这应该感谢白龙王的颠簿 从此对白龙王感激不尽 自此前去拜访白龙王的人越来越多 杨寿成听说 相视兄弟请了一尊大神 帮人补挂十有八九 还狠赚了一笔后 他也紧随其后 来见了传说中的白龙王 向他请教 自己的事业如何顺风顺水 白龙王见他一片诚心 于是告诉他 你呀 要多关照一些生肖属猴的人 他们跟你的五行相互生亡 一定会让你裁员滚滚 随后白龙王又掐指一算表示 如果建议杨寿成 说心签的一人是二十岁以下 而且自小命运多出来 或是单亲家庭的话 以后不仅容易成名 还会持续大火 后来的容祖尔 梁洛诗 蔡卓妍 陈冠西 谢霆锋等等 也恰恰说明了 白龙王预测神准 非常人能及 因这一些话 白龙王在这一群妖魔鬼怪 鱼龙混杂中 直接站上了香港娱乐圈的神魅 如今这些人已经四十多岁 长红了二十多年 而且他们都在英皇旗下 要么属猴 要么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据说白龙王曾在阿娇 印照门时间后 告诫他不论什么时候 他想保住事业 必须保持单身 如今看来 也是抑郁成真 对于张国荣 见死不救的泰国白龙王 凭什么让大半个港圈 向他磕头呢 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港片巅峰 无间道的成功 就曾得益于白龙王的点 时至今日 背后的故事 隔三畅五就会被翻出来吵一次 据说拍摄之初 无间道本来是叫无间行者 但是开机之后就屡次碰壁 机缘巧合之下 投资人林建月 就去面见了白龙王 希望求取指点 起初林建月 对白龙王并不是十分信任 白龙王也看出了他的顾虑 于是直接开口问他 你是不是想知道 你拍电影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场地出问题 就是演员受伤吗 林建月一听这话 心里瞬间有了底 于是告诉白龙王 自己剧作情的演员在拍车戏的时候 明明车子事先检查过 没有任何问题 但现场失戏时 这突然刹车失灵 差点闹出人命 白龙王告诉林建月 近来他祸不单行 这背后都有深层原因 自己可以为他指一条名路 首先 这电影不能起四个字的名字 犯冲 三个字的最好 是乌间道 如果他能听从指示 不但可以转亏为盈 还能额外赚好些钱 其次白龙王说 公改名字只能缓解一时 要想彻底消灾除恶 风凶化吉 就要做一场大法事 此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查看香港报纸你会发现 白龙王为每一位主演 都进行了灌顶的议事 这些长红的早期香港演艺界人士 几乎都被白龙王加持 神奇的事之后 无间道剧组 真的再没有出现过任何怪事 林建月一边感恩戴德 一边奉上了事先准备好的香火钱 此后事无巨细 都要先问过白龙王 至于真假 当然无法判定 毕竟我们不是目击者 据说无间道的定档日期 和首映日期也都是白龙王选 而他也几乎靠一己之力 改写了整个香港娱乐圈的歌剧 无间道上映后 口碑票房双丰收 再一次验证了白龙王的传奇 不过白龙王一生聚见张国荣 说他身受抑郁症的困扰 已经深陷泥沼 无力自保 既然气数将近 不如不见 就在白龙王拒绝 约见张国荣的一个月后 张国荣跳楼自上 或许白龙王的确是能 愧见天机的神人吧